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囊牌的视频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我还是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优器部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 一直做下去的动力哦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对数函数 对 囊牌给咱们提供了计算对数的函数 今天就在学习下 为什么要学习对数函数 是因为对数的概念 在深度学习中也是非常的重要 咱们必须要掌握 好 那咱们开始哦 首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 囊牌给咱们提供了计算对数的函数 今天我给您讲解三个函数 哪三个 大家请看 第一 自然对数 第二 以二为底的对数 第三 以十为底的对数都该怎么做 是这样啊 很多朋友把这个对数都忘了 包括我 如果长时间不用对数 我也会忘 但是指数我就不忘 对吧 其实对数不就是指数的一个取法吗 什么意思 大家请看 举个例子 我就给您在这举个例子 这个例子怎么样呢 大家请看 比如说 二的三次方等于八 对吧 三个二相乘等于八 对吧 那么咱们对数该怎么取呢 大家请看 对数变成 以二为底 我取八 那么得几呢 得到三次方 这个就相当于说 把这个指数给做了一个变换 做了一个颠倒 二的三次方等于八 那么以二为底八的对数是多少 是三 就这么理解 就可以了 好 这种算法 咱们在Nump排中 给咱们提供三个非常简便的函数 今天咱们马上看消 OK 马上进入今天实战演习的部分 首先Input的Nump排 然后呢 我给您演示的话 还是采用Google的collab 我这执行一下 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开个新的代码块 好 咱们试试啊 该怎么做 首先一上来 我先声明个数组 一二三四五 没问题吧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 OK 然后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我得给您讲解一下了 我要取以E为底E的对数是多少 大家请看 我这个式子 自然数E的零次方等于E 对吧 这个Np.log 试取以自然数E为底 那么结果是E的话 应该返回E的这个指数 所以说大家请看 这个值是多少 是零 对吧 马上试试一下 通过我今天给您讲解这套课程 您不但学会了Nump排 如何计算对数 同时您还复习了对数的概念 好不好 Let's go 试试啊 他应该给个零 为什么 E的零次方等于E 对吧 那么log以E为底 E的对数是多少呢 零 没问题吧 OK 这就是这一会 你就一通摆通 好 那咱们既然给个E是可以 我能不能给一串 助组 当然可以 马上看一下 对数概念 你已经恢复起来 是吧 等于棒棒棒 等于证明多 这么多就说 E的这个次方 等于E的这个次方 等于2 E的这个次方 等于3 就这个意思 OK 好 那咱们继续往下 log以2为底是多少 大家请看 我就给你举个例子 今天例子比较多 大家请看 2的四次方 等于多少 等于16 没问题吧 OK 那么NP log以2为底 16的对数是多少 对 是4 马上看结果 哎呀 我今天一定要把这对数概念 给你讲明白 因为这个对数 在咱们深度学习中 真的是很常用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没问题 log以2为底 16的对数是4 这点我可以随便改 比如说我改成32 那么将是多少 5吗 对吧 我改成256 对吧 这都是 2的倍数吗 对吧 我一点击 大家出去看 8 对吧 OK 对数就这么简单 不难吗 那么OK 再往下走 log以2为底 我再传一块数组 行不行 大家请看 我传的时候 这块数组 都是2的倍数 对不对 好 马上试一下 Go 大家请看 出来大串 这都是2的3次方 2的5次方 2的7次方 对吧 没有问题 27次方 128 对吧 2的8次方 刚才咱们看到了256 OK 对数 其实就这么简单 最后我再给您举一个 咱们很常用的 log以10为底的对数 好不好 log以10为底 好像在TensorFlow中 也有类似的提供 TensorFlow提供的log的对数 不如能排这么多 好咱们以后我讲 TensorFlow的时候 我住在会给您说 好咱们看 10的2次方等于100 那咱们就一通摆通了 咱们log以10为底 100的对数是多少 2嘛对不对 OK 很2 试试 这个咱就一通摆通 全都会了 对数这东西 其实您不用 马上就忘 但是一复习 马上就能想起来 大型2 对吧 那我这传个1万 是多少 10的多少次方 是1万 没问题吧 OK 4次方 接下来咱们为log以10为底 咱们再传一个数组进去 通过今天我的课程 您就能把这个对数的概念 完全做到一个复习 真的是没有之一的好 老王卖瓜自夸 好咱们看 10的0次方 对吧 是1 没问题 10的1次方 10 10的4次方 1万 这样的话 咱们能够轻松的计算出了对数 对吧 以后您在深度学习中 如果深度学习中用的最多的 一个是log2 一个是log以1为底 取自然数的log 所以你说 但是log以10为底取对数 也经常出现 所以说今天我给你介绍的三个 这三个您掌握的话 今后您再读一些个深度学习代码 您就会感到轻松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囊牌给咱们提供的计算对数的函数 希望对您使用 以及理解回忆起对数概念 有所帮助 好不好 然后今天我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 您本地运行一下吧 OK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这么多了 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希望您能够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然后呢 点赞分享给您的朋友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